在风云变幻的明末 各类大佬层出不穷 前一秒风光无限 后一秒也许就会掉入万丈深渊 比如毛文龙 有人认为他孤选海外千只后金 如果不是被原虫换砍了 根本不会有清军入关啥事 也有人认为他犯下十二大罪 被原虫换诛杀 死有余辜 人性复杂 贴标签永远无法得知历史真相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关系 明朝命脉的人呢 每当后金南下准备截掠中原的时候 身处后金大后方的毛文龙 就开始搞事 烧杀抢掠不说 还玩各种手法 煽动辽民造反 后金一回防 他就跑 搞得后金不胜其扰 发动丁宝之意 想端掉他 结果朝鲜都被推平了 他依然手倒不出 说他是团战脚屎棍 一点不为过 他所在的东江 从战略上来说 与山海关明军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态势 哪怕他的军队没啥战斗力 对后金来说也如同盲词在背 只要他还坚持 后金就无法将全部战力 投入南下作战 然而毛文龙并不是个圣人 东江镇食不果腹 毛文龙年年求饷 朝廷发响 一层层贪污到东江 已经所剩无几 乃至许多军士 已经有两年没见过军饷 打仗要吃饭 还能怎么办 首先靠逃难到东江的辽民们 屯田种地补充 其次靠和后金 以及周边商女做生意 这也是后来弹劾他卖国的证据 再次靠抢 抢后金抢朝鲜抢明朝 然后装作不知道 最后靠骗 东江军两万八千人 骗朝廷有二十万人 但愿经过层层贪污到手的军饷 依然够吃 即便如此 在他被杀时 依然奢欠粮货 两百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四两有余 毛总兵不容易 功过暂不评价 从结果上来看 毛文龙活着的时候 后金没有一次进入山海关的记录 而毛文龙死后 后金多次入侵北京一带 所以毛文龙统领的东江镇 对后金起到的牵制作用 是有效的 毛文龙一死 东江镇四分五裂 精兵强将 投靠后金 清初的汉人四王 其中三人都是毛文龙手下 袁崇焕 杀毛文龙 除了利于个人专权以外 于大明有百害而无一利 是战略上的失误 崇真 因此杀袁崇焕 刚统一的辽东战线失去核心 是又一轮战略失误 以至于明朝在对辽军事上节节败退 最终覆灭 毛文龙作为当时战区 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自力更生 硬是带着两百人 把一个海岛给开拓成军事重镇 面对后金的军事压力 没有投降 而是选择顽抗 说他金钟爱国 应该没啥悬念 然而 朝廷骂他 虚报战功 冒领前辽 开始捞钱 朝鲜骂他由而不及 找到机会就去朝鲜搞粮食 每次和后金开战 都让朝鲜躺枪 后金骂他只知道玩偷袭 派奸戏搞破坏 抢人不够还抢粮食 热衷于暗杀后金的地方官 就是不肯跟后金主力决战 这些多多少少 又确实是事实 纵揽中国上下五千年 毛文龙可以说是唯一一个 既让敌人恨之入骨 又让友军 欲杀之后快的将领 从这个角度 说他是爱国英雄 同时也是个想发战争才的投机分子 一点毛病都没有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李视频 动力史栏目 李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